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很烦妻子然后要钱 每次要钱她就会冷嘲热讽 你天天要带个孩子买个菜能花多少钱 你买那些衣服化妆品你买了用了给谁看啊 后来妻子呢自己去上班了 再也没有问过她要一分钱 她觉得可有面子了 因为兄弟们都说 嫂子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看来啊她预期有数 别的男人在婚姻中压力大不自由 可她的婚姻让她自在又舒服 她每次朋友喝酒唱歌 妻子从来不打电话催 当时啊她还笑话那些被女人催的男人们 觉得他们没本事还被妻子管着 而且她的手机妻子是从来也不看 她可以自由地在微信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跟谁发就跟谁发 最近这几年呢妻子自己赚钱了 自己带孩子 自己料理家务 甚至岳父岳母都没有什么事 男人沾沾自喜了好久 觉得自己真的像兄弟们说的那样 会教育老婆 所以啊她才能变得那么贤惠温柔 但是走出名刃局的大门时 妻子说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她才明白 不是她真的被她改造了 只不过她早死心了 不想跟她计较了 暗了的心 再亮了灯啊 也补不回来 所以我发这个视频 就是希望看视频的你们 永远不要走到这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